編輯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有沒有 實際上呢我開頭跟結束 那實際上哦 錄下來就這個範圍 那其實你會比對一下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這個 藍數不一樣 另外呢 這個條件有沒有 本來只有 criteria 一個沒有一 但是他這邊有沒有 多一個一 然後多一個什麼二 有沒有就多這兩個嘛 所以你比較聰明的話 直接怎麼樣 那把這個範圍 複製貼過去就可以了 那只是說你在input box的時候 你需要兩個 那當然哦 如果你要把它做得更漂亮一些些 你可以做表單 做成一個表單 就跳出來的話 請輸入期 然後讓他填一個兩個日期 那當然要做更好的話 之前的同學問到 你可以去判斷說 他輸入是不是一個標準日期 如果不是的話 就跳出一個錯誤訊息 告訴他說你這不是一個 日期 然後請他重新輸入 輸入之類的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不需要重新錄製 那把這一行呢 把它貼過來之後的話 那最後完成就類似像這樣 我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多這個y 然後因為criteria有兩個條件 所以基本上這個部分 criteria特別注意就是等號 這邊還要給一個他的判斷式 然後加m的一個x 再加一個判斷式加一個y 然後其他應該都不用改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需要改 因為呢 在我們的這個什麼 name 就是說我們假如說 我新增一個工作表 如果給他什麼呢 加一個斜線的話有沒有 按enter會怎麼樣呢 他會跟你講說 您進入的工作表 或圖表的名稱無效 因為他不接受什麼呢 斜線 反斜線正斜線都不接受了 然後問號啦 這個這個star也都不接受 等等的 或者是裡面沒有啦 他不能超過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今天給他一個斜線 不接受的話 那我們 假設我今天這個上面的名稱 工作表的名稱要改成什麼 哪一個日期到哪一個日期的話 那就會反產生錯誤 所以我這邊就把它改寫一下 改寫成什麼呢 用replace 這個replace做什麼用途呢 就把x的日期改成什麼呢 改成斜線變成什麼底線 為什麼 因為底線沒關係 他接受底線 我把斜線改成底線就沒事了 而且改成底線的話 也至少看得出來 那y的部分的話 也是斜線改成底線 所以特別注意 那中間加一個字 哪一天到哪一天 ok 那replace其實非常簡單好用 就是你給他自創 你要取代的 取代成什麼 這樣就